根本烦恼三个 贪嗔痴要三度 傲慢 傲慢是晨慧的核心 不傲慢就决定没有晨慧 傲慢的人永远发脾气 怀疑 不怀疑的人决定不于智 所以怀疑是吃的核心 那么嗔有心 核心 吃有核心 贪一定也有 贪的核心是什么 秦职 那个秦职是贪的核心 所以我们要想断贪嗔痴 三度烦恼 从哪里断 不傲慢 不嫉妒 不怀疑 秦职淡薄 你才能真正去断三度烦恼 你才能真正成就戒定会 这三十 如果这三样东西有的话 它妨碍戒定会 让你戒定会都不能够完成 你是这个麻烦得到 我们不能不知道 要知道这三样东西大害 啊 傲慢 嫉妒 怀疑 对佛不怀疑 对佛不怀疑 对一切众生 无论他干什么都不怀疑 这是意证断了 对佛我不怀疑 对人我怀疑 错了 对人都不要怀疑 没有怀疑 你这个意证断了 一断一切断了 不是某一部分断 某一部分可以不断 没有这个道理 一切一切 一切结义 啊 用一个真诚慈悲 与一切众生 何目相处 啊 最要原理 我先探处自身 啊 那么你先不求自乐 自乐里都包括明文立阳 我不求明文立阳 我们求什么 只求天下太平 只求众生历苦的路 啊 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 我们看诸佛菩萨 用什么方法 帮助众生历苦的路 啊 它所用的 是破迷开悟 啊 佛知道 一切苦 一切苦从迷来的 一切落是从旧物来的 那我们自己想历苦得落 我们就知道了 我怎样历苦 我破迷就历苦了 我怎么会得落 我开悟就得落了 我们知道了 啊 佛用什么手段 用什么方法 佛用教学 啊 佛对我们教学 我们今天把佛这两个字翻过来 我们学教 自己先学 学会了教人 这就完全对了 啊 所以这第一个 这是智慧 如果还求自落 这个人与此没有智慧 这只要懂啊 啊 不求自落的人 学及为人的人 这个人有智慧 啊 心有贪着 有贪嗔之慢 有分别执着 这是凡夫 凡夫男子那里 不解如来真实义 经看不懂 也听不懂 他所看的 所听懂的 是他自己的意思 不是如来真实义 为什么 他着想啊 啊 这是最难的一种事情 他将是最总的想法 有贪嗦 自己的寻雅 还是用你的 脑端 会 会 这是 起判 明 确